制作人生 我們今天來這邊幹嘛 我們來拍紅衣小女孩 沒有啦 我們未來的秘密基地 那我們今天就在這個地方來看一下 是不是適合我們之後來這邊打造秘密基地 我們先去看看好了 我們現在要往我們的目的地前進 那個位置呢 其實說真的還蠻遙遠的 我們必須要先翻過旁邊那座山 然後呢 穿過那個廟的後面 然後還要經過一個樹林跟湖 才可以到目的地 所以現在皮地已經有點氣喘吁吁了 你可以嗎 等一下我的GoPro就可以當拐杖 對啊 可是你想到如果之後我們在這邊做農耕生活的話 你每天都要這樣爬上爬下 我覺得現在是因為 我們還在從肥宅這個地方 對啊 等到我們練農耕型肥宅的時候 應該就不會那麼喘 而且真的會瘦耶 你看現在肚子現在肚子這麼大有沒有 當吃飽 到時候 用生型肥宅的時候就是六塊錢 哇 不簡單 我們等一下講話要小聲一點 因為 因為我們要走別人家的後院 後院 然後去看我們之後 可能會用到那塊錢 真的嗎 所以我們等一下講話要小聲一點 好好好 我們等一下要爬到這個廟的後面的山上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 上次看到這個地呢 其實它是在蠻偏僻的田野裡面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目前還有步道嘛 那 等它進去之後呢 是完完全全沒有步道的 有沒有看到 小收太 小收太 沒有很高 然後我這邊蓋過那個 樹屋 然後我們這邊藏一些 就是秘密 秘密道具 像那個鞭炮啊 烤零分的烤卷啊 我藏那邊 烤零分的烤零分 後來就是 上那個小學六年級的太胖 跑不上去 哇 太陽太多大了 超級大啊 哇 太陽太多大了 這邊那個竹林不可以玩一下 好 這邊竹林應該是那個 我們親戚的地啦 對 那時候我們會跟它借 然後這邊 現在它目前是種竹筍 因為這邊的竹筍非常非常有 然後只要一下雨 因為我們大家知道竹筍 竹子就是要下雨之後 遇水則發 沒錯 它就長非常高非常快 所以 雨後春筍是最好吃的 欸 現在是夏季 所以叫雨後夏筍 夏筍 好不好 冬筍 欸 也有冬筍 所以就是 要說下雨天 因為我們剛好昨天下雨天嘛 你看地上還有一些水漬 那 我們之後會在這邊到時候 順便弄一塊 稍微整理整理 因為現在目前可以看到就是還蠻亂的 我覺得這邊真的地點不錯 外面也有一個很棒的風景 對 而且重點是這邊是水庫的源頭 對啊 水質非常乾淨 我們現在地下走的這條路啊 你們可以看到我們這個路都是 它下面其實是個水道 然後它是一直接到永和山水庫 而且這邊是那個算怎麼講步道 就是人家在騎腳踏車啊 或是那種健行步道 對 還不錯齁 我們先再站上去看看好了 好啊 走啊 哇 我們又走了一段路啊 欸 柚子 這邊有柚子耶 好酷喔 我跟你講齁 這個是那個 阿公那時候留下來的 因為以前在 早期的台灣農業社會的時候 柚子很有錢 很有價 真的假的 然後後來 開始大家整片都種柚子的時候 就跌了 就沒 就跌了 所以它之後就是變成這邊荒廢了 所以它這樣變成說也 算是半野生的果樹啦 半野生 已經沒有人在發修之的 欸 那有時候中秋節我們可以去那邊偷栽 就不用偷栽啦 就自己拔 反正這邊就沒有人了 所謂前人種樹後人種樹 後人種樹 前人 後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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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 看到了看到了 有看到那個嗎 鐵皮屋 有啊 那就是目前荒廢的漁溫啦 然後之後我們想說 把那塊地買下來 或是說租下來 如果沒有錢就只能租了 對 不過那邊看起來像 目前蠻像 不要講 七月快到了 沒有啦 這邊其實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 那之前是拿養魚 只是說這邊就是它 魚沒有養起來 所以就荒廢 我們想說把它弄掉 變成一個 算是田 我們希望在這上面弄個田 對 種了什麼樹啊 果樹啊 之類的對不對 可是這邊其實喔 我跟你講 這邊竹子有點多 所以我剛才一直被蚊子咬 嗯 所以到時候我們可能要把這邊 你看竹林很多有沒有 我們可能要把竹子砍掉 對 大工程 好可怕喔 到了 到了 可是這樣 遠遠看真的蠻可怕的 我們進一趟 感覺更可怕 不過我覺得還是去一趟就近 如果說 這個建築物啊 它可以保留的話 我們都是 把它稍微改裝一下 其實也蠻漂亮對不對 對 你進去看一下 有人在裡面嗎 感覺可以打生存 對啊 這邊就很適合那種野外求生的感覺 而且 這個好像之前他們的 不知道是養殖魚 這個應該算 這個應該是車庫或辦公室 車庫嗎 辦公室啦 對 這邊辦公室 然後這邊算是有點像 然後那個裡面鐵皮屋就是 魚溫 它那個鐵皮屋應該是倒下來的 它現在 寬度變得很高 對啊 而且那邊還有 好幾個那個大的 像食堂的東西 應該就是這邊養魚 這邊養魚的 養魚苗 欸 走我們進去看一下 哇 我看進去走一圈 這蚊子真的超多的 對啊 超多蚊子的 而且它其實有些鐵皮 都已經被人家拔光光 應該是之前被它偷了 被它偷了 對啊 可是我覺得這邊如果真的整理起來 就蠻漂亮 因為 像現在看那地大概也有 應該三四百坪吧 應該有 而且主要我是覺得 還不錯的是 那邊的地已經 它已經有整理過了 所以還蠻平整的 如果我們把那邊地做一個像 小文室啊 也可以重演的東西 對啊 對啊 旁邊這邊可以 弄個圍欄啊 養幾隻狗 那也不錯欸 哇 所以你覺得到底要不要租這邊啊 嗯 有有 我覺得兩邊都很漂亮 對啊 可是這邊就是要稍微花多深整理 這邊要 對要整理 而且這邊其實算是 蠻偏僻的 你可以看到整個四周都是 完全沒有任何的 怎麼講 就是 風景 你要不要把這邊整個 樹林都產掉 要修枝 要修枝啦 修一修啦 大工程 而且這地啊 你看那上面都有很多青苔嘛 對 所以你整個都要把它全部弄一弄 然後 把這個鐵皮拆掉啊 然後重新再弄新的這樣子 哇 大工程 有種心動的感覺對不對 有心動 對 我是覺得 有那種 讓我想要下槍來這邊 弄一下的衝勁 因為我覺得那種弄起來 應該感覺會超屌 我們要弄個石礦屋 嗯 對不對 野外石礦屋 有沒有 有沒有藏身要贊助 不知道 應該是沒有 好啦 那我們去別地方晃晃吧 稍微看一下 什麼地方 欸 是虎欸 欸 哪時候有個虎 應該算池塘啦 應該算池塘 石水 對 它裡面的水其實好像 還蠻那個的 前面好像可以看欸 我們去前面看一下 我們去前面看一下 其實還蠻近優的 而且還有一隻大蜘蛛 大蜘蛛 被咬到的話就成了蜘蛛人 沒有啦 應該會直接中毒 而且還有小蜘蛛 跟大蜘蛛 我覺得它這邊的水 應該是 到時候如果說用什麼棒補 還是利用那種 壓力有沒有 把那個 乾淨的水打進來 然後把那個 就是淨水 死水排出去 到時候這邊就變成一個很棒的 對啊 可以養魚對不對 然後再放個小船 那邊滑 怎麼可能 欸 好大便喔 唉唷 你不要亂大便 好大便耶 好餓喔 而且好像雞雞的大便 這個是它果樹 它剛才掉下來的時候 就是 樹在上面 好特別喔 這個我們要回去查一下 有觀眾知道這是什麼樹嗎 如果知道請在 下面留言 就是如果知道這是什麼樹 我們需要植物小天才來幫我們 有沒有農科的可以幫忙解釋一下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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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差不多逛完了 你覺得怎麼樣 很差 我覺得 風景很棒 但是 體力沒辦法負 不過我覺得就是水跟電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可能要想辦法對不對 其實水電沒有問題 因為我剛好現在有看到 就是可以牽電的地方 然後好像水之前就有 不過最主要我是覺得就是說 到時候弄的話 可能就是要請大家來幫忙做 就是我們弄一個 玩過24小時直播當天自棄 不然的話呢 我們剛看到很多地方是被人家偷 被人家偷 真的很過分 這邊就是當作好像沒人 或是沒人看到就偷 對 很可惜 好啦沒關係 我們就差不多啦 跟觀眾朋友說這邊拜拜吧 那如果說你覺得這個地呢 有這個還不錯的話呢 就給我們一點意見 那我們就是好好可以這個 請在下面留言 下面留言 好就先這樣啦 拜拜